新南向往东斜走 台湾年轻人愿意去拼海外这块市场吗 刚才三位同学都说 如果有钱有机会 比台湾更好的话 他们都愿意去 其实这也蛮符合 之前一个平民媒体做的一个调查 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20到35岁的台湾年轻人 想到海外去拼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台湾的薪资太少了 16年前22k 现在还差不多 而且你知道 我们以前当季的 比以前当季的 以前还比较多一点 算是更差 台湾的发展机会太少 7成我都这样认为 出国发展对我的人生经历有加分 也是去海外拼的一个原因之一 出国纯粹为了增广见闻 其实也蛮多的 超过7成 我相信很多想要去walking holiday 出国去打工度假 都是为了增广见闻 凸显我跟别人不一样 有这样的想法的 也将近有4成的同学 所以大家愿意去海外拼 都是因为台湾开始起薪真的比较低 台湾发展机会 相对于东协 相对于海外来讲 是比较少一些的 好 那我现在请教三位同学了 如果真的 你马上面临毕业 有几个大事的举手看一下 两位大事的 马上就要毕业了 找工作 如果在台湾你念的科系 大概就是三万上下左右 差不多嘛 那如果今天要去国外工作 给你多少月薪 你愿意出国 跟没看你们写好 拜拜 来文辉是写四万上下 你是五万到八万 台湾同学果然要的比较多 台湾同学是三万五到五万 你就愿意去拼 以萱 你会不会写到五到八万 写那么多 麦克风给他一下 你认为你是因为有男神的称号 就可以拿比较多的薪水吗 没有 你的薪水在台湾 月薪可以拿多少 毕业 两万四到两万八 两万四到两万八 三倍你才愿意出国 我觉得就是 如果有准备好要出国 毕竟是经过面试 然后这个面试也是筛选过后 所以你应该会有这个价值出国 那为什么会选两倍 因为如果 两倍以上 因为如果是一倍的话 那就在台湾就好了 那如果两倍以上 我是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的经验 所以 当然也是需要赚点钱 对 所以 所以你是钱多比较才有意愿 没有没有 因为有些同学是因为机会 他钱不一定要太多 你看像旁边那一位王同学 他三万五就愿意出国去拼了 你是看中机会大于金钱 现在的月薪吗 其实我的这个价格 主要是以大陆的薪水作为参照 其实大概也是大陆 就是像我们这个科系毕业以后 差不多也是要两倍左右才会出国 因为他是跟台湾的薪水做比较 那因为像我们刚出来的话 在大陆差不多一个月 差不多三千多四千块左右 人民币 对 所以说也是 大概就是 四千块人民币的话就是 两万块左右 那当然也是会因为就是说 机遇比较 就是东南亚的机遇比较好的话 也是会 会是考量的一个重点 因为他可能 刚去的时候 可能薪水不是那么高 但是在未来的话 可能他调薪的幅度 可能来得比你在已经饱和的市场 来得多的多这样子 你提出一个重点 海外调薪会比台湾快吗 我们请教一下赖董事长 如果你的公司要招募年轻人台湾 没有经验的 像他们刚毕业的 你的公司在印尼已经有基础了 愿意付多少钱给他们 他们希望是台湾的两倍以上 美金1500的话是多少 大概不到5万块 不到5万块 接近你的期待跟你的期待差不多 所以真的是两倍 比台湾 你的公司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是2万块出头 不会啦 大概3万块左右 所以在海外真的会比较多 会 那包括了海外的津贴住宿之类的吗 住宿当然都没问题 当然还有机票各方面的 这个都一定都有的 那如果要去你公司上班 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除了他们还不会讲印尼话 人格特色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吃苦耐劳 以我们 我是中小企业啦 以我们来讲 我要找的一个员工 我第一个会先问他 你的生涯规划是什么 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是什么 因为像我们这种 不是一般各位所了解的那种台商 我们是本地化 我到了那边我做的是本地的市场 汽车零件 对我做的是本地的市场 你的公司大部分是印尼人 对 所以我也希望说 假如你愿意到我公司来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必须要在那边待很久 多久 其实我公司的员工 我很开心 我去了印尼15年 我大概有7成以上的员工 连足都在10年以上 请问王同学愿意去印尼呆10年吗 认真回答 呃呆10年 呆10年如果就是我觉得在那边发展不错的话 搬过去住也是可以啊 你是愿意的 对啊 你本来预期如果去海外拼是拼给自己多少时间的期限 5 6年 5 6年 10年有点久 10年如果可以 就是董事长可以让我常常回台湾 也不是常常就是有回台湾的话 我觉得我也愿意 什么叫常常一年要几次 至少重要的像过年那些可以回来一下 所以说三节一定要 嗯 董事长一年要回台湾三次可以接受吗 呃在一般的规矩里面 大概都最少是两次到四次啦 所以三四次是很正常的 对正常的 嗯所以所以他们在范围当中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都是 嗯 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公司包的 你说机票那些来回的机票 这是在海外去面试谈的时候 就可以谈一整个package对不对 包装套装来谈 对这个都是 好那我问一下海外经验对于他们以后 如果有一天像以萱他回台湾工作的话 是有加分吗 我相信很多企业会看中吧 一定会看中 一定会看中 海外的经验呢 我觉得不只是看到一个人他愿意去吃苦 或是去万一愿意去走出去 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在语言上面 文化交流上面都会让他回来 去做具备一个更不一样的高度 所以刚刚其实同学看的那个价格 我觉得差不多 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啊 如果要请一个一般毕业生 4K就是差不多4万块起跳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到新加坡我们讲东斜吧 新加坡 菲律宾现在也不太一样 新加坡差不多就有5万块 然后菲律宾现在也4万5了 所以其实大概在这 菲律宾的起薪都有4万5 已经差不多要4万5 比台湾还高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甚至有新闻在讲说 有些人他们开始要愿意去那个地方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让我们惊讶的事情 以前玛利亚的时代 我们还在停留在那个时代 你说新加坡起薪大概是5万块台币 5万块 菲律宾就有4万5 对 所以他们现在有些是干部去到那个地方 毕业生去到那个地方 不只是4万5或4万块这个左右起跳 甚至干部的话还在更多一些 如果有机会最近去到这个菲律宾 或是我们讲那个马尼拉 你会发现那个地方跟台湾已经很不一样 不一样 我打个比方 在台湾你会发现很多顶尖的企业 没有机会进来 我其实才上两个月前去菲律宾 几乎这个英国 美国的顶尖企业 都在马尼拉的那个马卡提有设 设这个设厂 或设一些那个所谓的商店 可是台湾完全没有进来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非常 就像刘文老师刚刚讲的一样 他是在Rising的一个机会 东协市场其实我们讨论过好几次 包括他基本上人口数是多少 6亿嘛 对不对 而且他很多的人口红利 因为他的30岁以下的人很多 30岁以下的人都代表说 他有很多年要继续花钱 我们是因为到了一定中老年 可能是在医疗方官制度多一点 但是他们的消费性的东西非常多 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中文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 现在很多的观光客 去到那个地方 他们很急需要像我们这样子 能够上中文 然后也能够当地语言的 一些人才进去那个地方 所以反而起薪 当然也要看产业 但是现在起薪已经高很多了 已经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种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菲律宾的来台的人口 其实在降低 反而多一点是逛逛过来 牛老师 你刚才觉得 他们要的不够多 你本来以为他们会要多少 我觉得文徽要的相对太少了一些 四万 因为我刚刚有跟他在聊 就是说 他说马来西亚大概起薪 大概差不多2万多 大概差不多2万多 比台湾可能还要低一些些 所以其实我感觉就是说 他胃口可能大概比较少一点点 他比较务实 对 4万块 如果是就董事长的标准 你可能应录取 三位同学都有一个企图心 但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像我自己的朋友 大概都40多岁 都进入中年了 当年跟他们一样 对岸刚开放的时候西进 台湾多少家大公司 在对岸开公司后 台干前不后继的过去 我同学好几位就这样子 去台干清水拿得多 那时候钱很多 那时候钱真的蛮多的 但人生会慢慢变化 20到40岁当中 就会有结婚 成家立业 你孩子跟老婆 常年在台湾也不是办法 因为老婆对于 老公一个人在大陆 待这么久 其实心中都会有个问号 所以像我朋友就请调 40多岁左右 想要请调回台湾上班 他说回不来 对 台湾的位置被卡死 也就是说像他们一样 想要去海外拼东斜 OK的 但是人生转变之后 10年 15年之后 如果在同一个产业回到台湾 可能因为到时候的年纪 薪水也涨起来了 越上面的位置 直却越少 所以回到台湾也是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 中间有个GAT 年轻人其实想出去出不去 然后老的想要回来 回不来 回来的位置都已经被人家卡住了 对 所以那同事长 真的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有 我刚刚提的1500块 是不是只有我的公司 那是最少的 我讲的是最保守的一个 所以你们都可以拿到这个薪水 即使你们什么都不会 但是比较 刚刚袁同学讲的一个 是最好的观念 那你的加薪会很快 那你的加薪会很快 会类似我们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大概的幅度每年大概多少 3% 5% 7% 我想不只是这样 不只这样 最主要是 你能够进去的话 像我们大概 你假如1500你进去 三个月你试用过的话 有可能直接就跳3000 2500这样子 哦 所以你进去这个关卡 进去以后就OK 不过我还要说一件 比较不好的啦 最近我一个朋友 他是在一个职场工作的 他应征了60个储备干部 结果他的起薪是2500块美金 不必有经验 结果他录取了58个 来自大陆的 台湾只录取两个 原因是 原因是他们 那是一个台商企业吗 不是 但是这个是跟台 他以前一直都是用的台湾干部 几十年了 是 不过到今年的结果是变这样 以前他们是 有200个台湾干部在他的公司里面 我问他为什么 薪水一样哦 台湾的跟大陆薪水已经一样了 但是他们说 台湾的孩子吃不了苦 你有没有话要说 乙轩代表台湾同学讲几句话 你觉得旁边王同学会比你吃苦吗 我觉得我可以吃苦 怎么样 他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哪里 大陆的员工已经去 他可以一年回家一次 他可以一年才回家 甚至他一年都不回家 加班什么都OK 但是台湾的孩子 每天妈妈早一点回来 没有看到你了 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 我觉得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一个社会 像台湾已经步入了 发展的国家一段时间之后 它已经 就是由摄入减比较难了 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我并不建议说 我们还是要要要求现在孩子 跟着大陆的孩子 或是跟我们以前一样去吃苦 我只是要让大家认清 我们不是在这个类型去拼了 我们必须要做一点另外的提升 把自己也要产业升级就对了 自己的条件要变得更好 那三位同学 如果要到东协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是哪个国家呢 来王同学 东协 其实我比较想要去印度 想要去印度 因为我觉得印度的人口 其实跟 就是它的发展模式 会跟大陆很相像 就是 人口多 对 它假如解决了温饱的问题 它的人口就是一个红利 就是 未来的很多产业 跟它的人口都会心心相关 而且印度的话也有可能是继 就是大陆之后 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 了解 所以说就是发展的潜力也是 看潜力跟机会 好 来文轩 轮辉 你如果要去东协国家 你会想想去哪里 不要讲马来西亚 因为那是回国 那我的话我会 其实比较想去印尼 印尼 因为 就我们知道而言 像赖总市长这样 就是我们很多华侨 就是 在印尼的发展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就是回想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 都其实那个都蛮不错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台湾年轻人 比较想去哪个地方 跟你们想的会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图 好 我们来看这三年 台湾年轻人 最想去哪个国家工作 其实到海外去拼外派人才 最想去的是日本 27.9% 当然希望往更好的社会去发展 另外包括了欧美 新加坡 中国都是前四 现在韩国也超过了3% 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东协国家 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 文来 印尼 菲律宾 柬埔寨 缅甸 缅甸 辽国 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 也就年轻人 其实如果要拼海外人才的话 东协可能不会是首选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好 我想去日本 但我真的认为 未来十年工作机会在哪里呢 再看下一张图 20到30岁的年轻人在海外工作医院调查 年轻人认为未来十年最有工作机会的在哪里 第一名 大陆36% 再来东南亚24% 新加坡10% 台湾9% 日本7% 欧美12% 也就是说年轻朋友最想去日本 但他们也知道 未来十年日本的工作愿景的 他真的职场只有7%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落差 大总 对 我觉得 如果说套具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赖董刚才有提到 其实我们在心态上面 我们讲马斯洛心理学 最下面那个部分是所谓的生理需求 最下面的生理需求 最上面那个地方是自我实现 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难免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朝更好的社会去发展 所以难怪在日本那个地方 日本 欧美 新加坡 都会很想要去那个地方发展 可是心理在心态上面的调试 又不够正确 知道说那个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可是也知道 那个是没有一个机会 所以才会去看说 中国或者是东南亚 新加坡 其实这加起来将近70 所以我觉得刚刚赖董提到的说 我们在心态上面的重新建设 也很重要 因为光这个落差 你就会开始去了解到说 刚刚这个王同学说 我看到的是机会 可是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 会不会看的不是机会 反而是看的是说 我的家庭需要 我们有多长的机会回台湾 这个部分也是需要 而且家庭你知道 妈妈去跟亲戚讲 我儿子以萱在日本做经理 跟我儿子在缅甸当经理 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以前也知道 日本早上做经理机率比较低 去缅甸当经理机会高 对不对 这数字就显示出来了 是 我们再看下一个 如果去东协或者是大陆 两个 因为刚排在前二 未来十年这两个地方是 年轻人认为最有工作职场机会的地方 如果这两个地方二选一的话 你会选哪边呢 东协36.9 注意 已经超过了大陆的34.7% 所以现在年轻朋友 已经体验到一件事情 东协确实是 全世界第二大的市场在未来 所以已经超过了大陆 这点你老师来看 已经是在同学心目当中 确立地位了 对 基本上 我觉得就是说 从几个面向上面 去解释这个数字 第一个就是说 机会的一个部分 因为东协的机会 可能比中国大陆现今 比较 开始朝向饱和性的一个社会来讲 要高得多 东协很多国家在Rising 那大概只有部分的国家 可以跟中国大陆去PK 比如说像新加坡 或者是泰国的文创 泰国的文创 或者是创意广告产业 它基本上是比大陆要好的 那所以普遍性来讲的话 东协整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或南亚国家发展的一个趋势 它的创造的一种 机会的一种可能 应该是比中国大陆要高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制度来看的话 一般的台湾的学生 会认为就是说 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制度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人制多过于法制 那也就是说呢 在整个制度面向的一个关系 可能有非常多的框框价价 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突破 那可是呢 就东南亚国家社会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话可能都已经慢慢开始朝向 民主体制 就类似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体制 慢慢在做发展 那所以 每个不同国家社会差异 蛮大 是有一些相关的差异 你说新加坡完就OK 但是比较主流的一些国家 那有些军政府你说 像缅甸就不一样 它可能就已经有些国家 慢慢开始朝民主的一个体制去切入 所以从制度面向的一个关系的话 其实我觉得 一般的台湾的毕业生 或台湾的新鲜人 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到一个 跟台湾民主制度 比较相仿的一个国家 他们有这样相关的一些制度 那第三个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好感度的一个关系 好感度 对 好感度的一个关系 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 其实在台湾社会里面 被放得太大了 因为我们的相关的 不管是两岸关系等等 包括现今两岸关系 有一定程度的一种紧张 大陆会有一些相关的作为 可能让台湾可能是不太满意 或者等等 意思也就是说 两岸关系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敏感 但是又让大家会有感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 可能台湾很多的民众 特别是相对年轻的族群来说的话 他可能对中国大陆好感度是低的 对 对中国大陆好感度是低的 这一点问两位同学 会不会太敏感了一点 你们在课堂上面 会对于彼此有点心里面 会看对方不太顺眼吗 不太会 不太会 但是就是有一点会的意思 好 来 我们来看 为你愿意派到东协的原因 大部分都认为市场潜力很大 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 台干在中国的优势 渐渐丧失 这两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问一下董事长 如果到东协或海外去拼的话 语言 你刚刚讲一开始他们不一定会会 但如果要在外面外派要成功 你要出任投地的话 语言是不是非常基本必要 是的 我觉得在那边最大 应该能够活下来的就是语言过关的 你觉得台商能够存活在下面扎根的 对 一定会当地化 因为我其实在印尼 你只要看到现在还存在的台商 基本上大概它工厂开了两次 什么意思 第一次就是给他的合伙人或是翻译吃掉了 蛤 有这种状况喔 然后 缴学费被倒掉 他整个就被吃掉了 然后他会再开地要吃 不过那里 比较好地 比较好是这样 他们只要你的钱 他不要你的工厂 也不要你的技术 所以你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再翻身 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我们后来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我们不透过翻译 尽量不找本地华人合伙 然后我们 所以你被骗也是被当地的华人骗 对 这是台商在海外普遍的现象吗 在印尼是非常普遍的 几乎都是开两次了 他的工厂 现在存活下来都一定要开第二次 都第二次的 第一次就学经验 对 那三位同学你愿意花时间 投资在学东南亚的语言上面吗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 如果要去的话 对 你会花多少时间你愿意把自己 要学哪个语言的国家 国家语言 那个印尼还不错 我觉得三位同学都非常适合在这社会生存 因为我们现场就是来自印尼的董事长 所以他们都是锁定了 接下来有可能去印尼发展 感觉像是面试 对 那是一个数据 因为六亿人口里面有三亿是讲马来话的 就是印尼话 有一半是讲马来话的 所以说如果要去东协拼 还没有一个概念的话 你就人口数来讲 马来语在东南亚是主要语言 对 主要语言 好 我们今天既然三位同学都这么耀耀欲试 等一下我们或许有一个桥段 让大家来做个面试试试看 我们今天如果三位同学的话 谁比较有机会去外派到东协 续续片刻我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